大家好,我是楓 我們今天要來繼續介紹紅石囉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中繼器跟比較器 中繼器跟比較器在使用上有非常多的用途 如果我們連接一個紅石訊號源透過紅石線 如果同時接到不同的裝置 不管是先接觸到紅石線還是直接接觸到中繼器 或者中繼器直接放到紅石燈 理論上它傳輸紅石訊號的速度會是一樣的 像這樣 我們會發現它紅石燈亮的速度是一樣的 好,這是它的特性 我們可以設定它的延遲時間 像這樣 那如果要改變它的延遲時間 就可以在中繼器上面按右鍵 對,這樣就可以改變它的延遲時間 像這樣 好,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我們都知道比較器在上一集有介紹過 它也可以做一個信號衍生的一個裝置 所以這個地方它也可以把信號傳給這個紅石燈 像這樣 好,這裡大家在使用上可以繼續選擇 但是這中繼器跟比較器還是有些微的差異的 像這個地方 我們都知道中繼器在上一集有介紹它可以做一個鎖存電路 也就是旁邊如果輸入一個訊號 可以把這個中繼器的訊號做鎖定 好,如果這個地方我同時輸入訊號跟鎖存的訊號 我們來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好,大家會發現我同時訊號的時候 其實訊號是先透過中繼器傳給紅石燈 這裡呢,再做鎖定 所以它會鎖定它的開啟狀態 好,那如果這個地方我改成中繼器呢 我們看看會什麼不一樣 好,來這個地方我打開做個對比 所以如果是比較器跟中繼器在做訊號同時取得訊號源的時候 那中繼器的傳輸速度會比比較器再快一點點喔 好,這是它的特性 接下來呢,我們知道比較器可以去偵測容器的一個容量 比如說箱子可以 好,比如說我先把這個東西拿掉 好,它就沒有了 我放一個東西進去 它就會有一個訊號 好,那直到放到物品更多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輸出不同的訊號 比如說像這樣 兩個 好,那這個熔爐也是一樣喔 這個熔爐要看這一個燒製物品 以及完成品 以及它的燃料 它都算是它的空間 那實際上這個空間要怎麼算呢 這個實際上空間可以請大家去圍機 去查查它的計算方式 那我這邊大概說一下喔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種容器的數量去除上食物 它會得到一個數字 就大概是你需要的一個物品的數量 可以去控制它的紅石的位階 再來RODE也是 音階盒呢 它裡面可以偵測有沒有唱片 那這個發射器 還有投資器 那再來是這個地方 我們那個釀造台也是可以 但是比較特殊的是 因為釀造台上面是放水瓶 那水瓶放上去之後 其實這個地方就不能再堆疊 所以它的訊號你看是3 好,這是它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再來是 這個鍋斧呢也是一樣 因為鍋斧我們都知道 如果我們今天有水瓶 像這樣 這個鍋斧可以裝一個水桶的水 也可以裝3個水瓶的水 像這樣 我們這邊來做個紅石線 好,你會發現 我剛剛只有倒一瓶水 接下來如果倒第二瓶 像這樣 對 它就會顯示不同的紅石位階喔 那再來是這個堆肥桶 那堆肥桶比較特殊的是 它總共只有6階 應該是說 堆肥桶它有7個階段 我們來拿一個實物給大家看 好,目前這個堆肥桶只有1階對不對 那我們來放第二個 第三 我們來注意一下這邊的數字變化喔 4 5 6 那原則上呢 我再放最後一個的時候 它就會變第7階 好,注意看喔 好 那原則上放最後一個變第7階 但是它完成骨粉的時候 它會變8階 也就是說 如果以堆肥桶來說 它其實能夠變化的狀態有8種 那實際上你要去偵測骨粉的話 其實就是有7種 因為7跟8其實 對我們玩家來說其實是 一樣的意思 因為它會馬上變化嘛 所以它有7種可以控制 再來是比較特殊的是獎台喔 那獎台這個地方蠻特殊的 如果你的獎台上面只有放一本書 只有一頁的話 它會直接輸出15 那如果我把書本取下來 它就沒有訊號 好,這是獎台喔 好,那如果今天書本有好幾頁 比如說它有兩頁 好,這個時候它比較特殊的是 只要書本超過兩頁 那它會依照頁數 直到最後一頁顯示 滿滿的紅石訊號第15階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切換到 第二頁 因為這本書只有兩頁 所以它會顯示15階 像這樣 好,同理喔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我有好幾頁 假設我有15頁 那我就可以去精確的控制 它的紅石位階 假設我今天要第13階 第14階 或者是第9階 第8階 像這樣 好,這是它獎台比較特殊的用法 再來是借伏盒 那借伏盒它也是一樣 跟一般的箱子有相同的格數 那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在特殊的設計情況之下 會知道借伏盒會需要去做 自動打包機 或自動卸貨機 所以可能旁邊 可以放一個方塊 那只要是容器類的 像這樣 比如說像這樣 只要是容器類的 那旁邊也放了一個方塊 並且接了一個比較器 它都可以去偵測這個容器 裡面的容量 大家可以看看 有沒有 這裡給你看一下 有沒有 第2階 3、4 這邊可以接 所以它可以用這樣的原理 去製作一個打包機跟卸貨機 那接下來是中介傳送門祭壇 這個地方它也可以偵測中介珍珠 只是我是不清楚說為什麼要這樣做啦 那但是我是告訴大家說 欸 中介祭壇呢 它也可以偵測 中介珍珠 會被放上去喔 再來是像高爐 或者煙燻爐 或木桶 它也可以偵測 它也可以偵測 好 再來是這個營火呢 雖然它上面可以放肉 像這樣 但是呢 它不能偵測 好 接下來比較有趣的是這個陽光感測器 還有這個反向的陽光感測器 它呢 輸出的紅石訊號是依照 我實際上 月亮的位置 或者太陽的位置 給它的能量 來決定它的輸出 好 比如說像這樣 現在目前是11嘛 我們把時間調快一點 好 你看 這個是如果變成白天 變成白天的話 它其實陽光感測器就會出來 而且這個地方會顯示 它的數字 這個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在不同的時間點呢 輸出的紅石訊號 大概是有多少 那再來是蜂草的部分 蜂草我們都知道 它在之前的我們的影片有介紹過 它必須要在比較器 取得紅石訊號第五階的時候呢 表示它已經滿了 我來看一下 對 表示它已經滿了 那如果裡面完全沒有蜂蜜 那它就會是零階囉 那這是蜂草 那再來是這次的新版的方塊 這個蟲生毛 那蟲生毛呢 它比較特殊的是 如果在完全沒有補充螢光石的狀況之下 它是沒有的 那補充一顆螢光石的時候呢 它會是三階 兩顆的時候會是七階 三階是十一階 四階是十五階 那它螢光石其實 我算法很簡單喔 它裡面其實只有四個位置 那這四個位置去除上十五 它會算出一個數字 就會跟補充的螢光石是一樣的 那這裡呢 我用一個特殊的方塊 這個方塊也是這次所新增的喔 是一個叫做Tucky Block 這個叫做 標把 對 那這個標把比較特殊的是 我必須要試給大家看 在標把受到弓箭射擊的時候 再像這樣 它會依照你射擊的位置 依照你射擊的位置 依照你射擊的位置 去顯示它的紅石位置 這裡做了一個簡單的顯示 那它可以用這種方式 製作一些有趣的機關 這是這個標把的方塊 也是這次所新增的方塊喔 再來呢 是蛋糕也可以去做一個偵測喔 比如說這是一個全滿的蛋糕 它會輸出一個紅石十四階 那吃了一口呢 變十二 兩口變十 一此類推 它從最滿的十四階呢 吃到最後一片 就會剩兩階的紅石訊號囉 那以上呢 是這次介紹的中繼器跟比焦器 那如果有哪邊漏掉的 歡迎你留言告訴我喔 那也希望你會喜歡今天內容 那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加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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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